华丽线消防局12号接获民众报案 有疫情5人在卓西大水枯山 其中有一个人肩膀脱臼 没有办法抓绳 下车路线会经过崩壁 可能会衰落风险 因此请求协助 消防队在接近中午的时候 靠近伤患成功的把这名山友给带下山脊臼 山友跟朋友就坐着等待救援 原来有一名山友爬山途中跌倒不小心肩膀脱臼 担心登山的时候再发生意外 赶紧透过卫星电话来求救 华丽线消防局就在12号一早 接获民众报案 疫情5人在卓西大水枯山 其中有一人肩膀脱臼 无法抓绳 下车路线会经过崩壁 恐有衰落风险请求协助 消防队也在接近中午的时间靠近伤患 也成功的将这名山友带下山来急救 华丽线消防局表示 空情总队直升机起飞执行空针吊挂 下午2点左右已经顺利将伤患吊挂成功 送往德星棒球场后方草皮 由送往医院来治疗 记者高双双 卓西采访报道